今天的第二个词呢,我们来学习一个动词,叫舍不得,舍不得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的后两个字呢,在口语中都读轻声,不得,舍不得,舍不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舍不得呢,它首先是个动词 然后呢,与不舍得,这个意思是相同的 都是表达很爱惜,或者不忍放弃,以及不忍离开,不愿意使用或者处置,这个意思 然后呢,与舍得,然后也就是表示愿意割舍或者不吝啬是相反的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肯定是呢,是舍得,常用于问句,或者是回答比较当中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比如说你问说,把你最喜欢的玩具送给小朋友,你舍得吗 比如你问自己的孩子,你说你把你,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玩具 那你送给小朋友,你舍得吗,你舍得吗 那这里呢,这个舍得,其实你看它就是用在这个问句当中 用在问句当中,刚才我们看啊,用在问句当中,在哪里,在这里啊 用于问句,或者是回答,或者是比较 比如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候呢,我们也,如果是一个孩子 他说,啊,可以啊,我会舍得把这个玩具给别的小朋友 或者直接说我愿意就可以了,就表达一个肯定的意愿是 他舍得把这个最好的玩具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再去看下一个例句 说,有些人对于把钱花在为生活增加乐趣的事情上 总是有些舍不得 嗯,那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在一定的钱,花一定的钱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认为,有些钱是很必要花的 那有些钱呢,就是可以花,也可以不花的 那这些可花可不花的钱,那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消费思想里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钱呢,是为了增加生活乐趣的事情上 而比如说,我们看场电影,或者我们一年一度出去旅游 那有些人觉得,我把钱花在这样的事情上,有点不值得 就觉得钱呢,应该花在那些,比如说真正的 用在生存,用在工作,或者用在提高个人能力上面 他认为是更值得的,也就是更舍得的 那像花在看电影啊,唱卡拉OK啊,或者是约朋友出去吃饭 有些人会觉得,钱经常花在这些地方不值得 所以呢,也不舍得把钱花在这样的增加生活情趣 增加生活质量和乐趣的事情上 这个每个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说,我最舍不得的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曾经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快毕业的时候呢,同学们都会有这种感觉 舍不得离开你生活了几年的城市 舍不得离开你学习了几年的大学 更舍不得你身边和你一起共同经历了留学生活的那些同学们 对不对,就是情感上对他们会有很深的这种依恋和留恋 就不舍得离开,因为呢,你们一起经历过的这些时间呢 从人生的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财富和经历 也就是说,你舍不得放下和这些人曾经的经历 好,下面一句,说人生有四苦 人生有四种苦 那四种呢,看不透 对事情总是看不透,对人也是看不透 然后,舍不得,情感上舍不得,金钱上舍不得 还有,输不起,经常面对不了失败,输不起的人 还有就是放不下 很多东西,很多人,很多事情我都放不下 那所以我们说,看不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 我们经常说,这是人生的四苦 也是很多人一生都解决不好的问题 好,舍不得,我们就讲到这里